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上次介绍的Sunshine Classics平台 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那你有没有试过登入Sunshine Classics平台看英文电子书 当然有 那你最喜欢看哪本英文电子书 我最喜欢看Level 1的Building with Box 那你最喜欢看哪本英文电子书 我就最喜欢看Level 15的The Little Yellow Chicken 不如你们介绍一下这两本电子书 我介绍一下Level 1的Building with Box Building with Blocks 这本书叫Building with Blocks 那什么是Blocks Blocks即是职母 那故事有什么人物呢? 有个封面就知道故事的主要人物是两个小朋友 他们在用职木设计一些东西 A Grain Block A Red Block 他们先用绿色和红色的植木 再用黄色和蓝色的植木 还有黑色和白色的植木 他们差不多绿色立了 究竟他们在啟种链加些什么呢? 看看第七页的插画 你猜一下他们在政装些什么呢? 是不是飞机啊? 还是�니다? 会不会是虎枝对嘛? 各位同学 你们猜猜这两位小朋友在砌什么 如果想知道他们在砌什么 只要进入Sunshine Classics平台 看看Level 1的Building with Blocks图书就知道了 好好啊 不如你又介绍一下你最喜欢的英文电子书 我最喜欢的是Level 15的The Little Yellow Chicken The Little Yellow Chicken 看看封面知不知道故事的主角是谁啊 是一只黄色的鸡仔 每天小黄鸡和他的朋友聊天 谁是小黄鸡的朋友啊 看看第二页的插图就知道了 青蛙、蜜蜂和隔蟲都是小黄鸡的朋友 The Little Yellow Chicken thought he'd have a party He said to his friends Will you help me do the shopping? His friends laughed at him 原来小黄鸡上开party 于是他就叫朋友帮忙买东西 第二页shopping就是买东西 The Little Beetle said stop bugging me So the Little Yellow Chicken did the shopping by himself 就是说一只小黄鸡自己去买东西 小黄鸡买完东西之后就要煮饭吃 于是他又问朋友 Will you help me do the cooking? 就是叫朋友帮忙煮饭吃 他的朋友不肯帮他煮饭吃 于是小黄鸡唯有自己煮饭吃 小黄鸡煮好饭吃之后 他就叫朋友帮忙把食物放到桌上 他的朋友不肯帮忙 小黄鸡唯有自己放些饭吃 开party用的食物已经准备好了 他的朋友闻到食物的香味 于是就去找小黄鸡 知不知为何他们要去找小黄鸡呀? 看下第九页就知道的啦 I'm hungry, said the frog I'm starving, said the bee And the big brown beetle said What about me? 小黄鸡的朋友各个都说自己好饿 要小黄鸡给他们吃 小黄鸡肯不肯给食物给他们呢? 只要登入Sunshine Castle平台 看下Level 15的The Little Yellow Chicken电子书 就会知道答案的啦 各位同学 如果你们都想知道Level 1 Building with Boss 和Level 15的The Little Yellow Chicken的故事发展 只要登入Sunshine Castle平台 看下两本书就知道的啦 如果登入不到Sunshine Castle平台 那怎么办呢? 我知道谭老师已经将 Building with Boss 和The Little Yellow Chicken 这两本书的内容 贴了在活动中心 如果真是登入不到 就去活动中心看啦 如果登入到 我们鼓励大家除了看 Building with Boss 和The Little Yellow Chicken之外 还要看其他英文电子书呀 记得要看多点电子图书呀 拜拜 拜拜 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杨栋梁